1955年,病危的林辉一先生在病床前跟我的恩师钱美华说 景泰兰是国宝,不要在新中国失传 所以这也成为我的恩师钱美华大师终其一生的追求 景泰兰在中国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曾是原明清三朝宫廷御用的传统记忆 作为古都的北京,既是中国景泰兰的发祥地,也是最重要的产地 1950年,林辉一与梁思成发现 在北京热闹了几百年的景泰兰,几乎要绝根了 于是决定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一个抢救景泰兰工艺的美术小组 20岁左右的长沙娜、钱美华、孙军莲三人加入了这个小组 从此,一生与景泰兰结下了不解之缘 景泰兰它又叫同摊加斯法郎,法郎是它的大名 景泰兰是它的小名,是原明清皇家独享宫廷艺术的典型代表 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1956年1月,北京市法郎厂成立了 由42家私营法郎厂和专门服务于皇宫的造办处合并组成 钱美华担任第一任总工艺师 1951年,钱大师跟着梁思成、林辉音先生 他们创作的几件作品 新国成立之初,承办的第一个国际会议 亚太区域合并会议作为礼品 所以被郭梦厂先生称为新中国的第一份国礼 之后钱大师参与人民大会堂北京厅的装修设计 景泰兰的台灯、吊灯等等 之后钱美华大师带领我们几代经法人 到今天我们是60周年发展历程 在前辈们的努力下,景泰兰艺术获得了新生 工艺美术的创作一定要与时代的发展同步 钱大师包括长沙大院的老跟我们说 林辉音先生知道他们的时候也常跟他们讲 我们新中国的工艺美术要为大众服务 所以多年来我也谨记林辉音和恩师钱美华大师的遗志 传承匠心、始至不渝 因为从小生活在北京的胡同里边 所以我整个的创作过程中也不断地去走进生活 北京风情系列挖掘我们北京民俗文化 一个是天眼皮表现那个四合院那个门楼 上边的瓦盐,往底下那个砖雕 包括前面那个门座平安,后面是如意 红门嘛,我们北京最典型的那个对联 边上两个赞同的那个铺首叫门环 侧面呢,掐丝的两个如意的门堆 同时选了两个小的罐 我用这个圆盘表现那种圆满,都是非常美好的 另外它整个制作工序非常的繁杂 第一步是制摊,要敲出一个铜摊来 完了呢,第二步是掐丝,上面那些图案 是用铜丝照着我们设计的图纸 掰好了,非常传神地粘上去 第三道工序点蓝,往里填的颜色 第四道工序在磨光 第五道工序在镀金 从五十年代,梁思成,林徽因先生的抢救 恢复景泰兰 到我们前北华大师,率领几代京法人 再到我们新一代的传承人 包括我的徒弟们,景泰兰艺术 在不断地传承创新和发展 也必将新活永传绽放出 更加绚烂的艺术光彩